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十九大会议 这场十九大会议 国际媒体跟台湾方面所关注的焦点 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几乎都焦急在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就是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有权力的强人 我也关注的除了习近平成为邓小平之后 拥有最高权力的强人 他将在未来中共的人事布局 立下哪些跟以往不同的新惯例 另外在产业的部分 大家注意到相当强的国家战略被提出来 包括人工智慧 在2030年要变成中共最重要的经济指导方针 中国的国家政策正式的把人工智慧 纳入国家下个阶段最重要的发展战略 而在整个属于全球里头 大家重视的是整个中国所代表的崛起 除了一带一路之外 也随同一带一路所代表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力 以及军事力量的发展 在台湾所关注的议题里头 是对台工作小组所扮演的更举足轻重的角色 过去在关于对台工作小组里头 领导者就是中共的总书记 现在当然就是习近平 过去是胡锦涛 以前是江泽民 他总是最终的拍板者 然后有一个集体领导 国台办是一个执行单位 虽说如此 多数时刻如果台湾问题 并不是台面上最优先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 国台办所拥有的执行单位 他对许多事情的决策权 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他是被弹性的高度首权的 大概在过去这20年之内 除了江泽民刚开始 和李登辉展开了密室的往来 那段时间里头 江泽民自己直接的主管对台政策 大多数时候国台办大概就是国台办说了算 可是在上一届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时代的时刻 第一个因为EKFA之后服貌的争议 第二国民党在台湾全面的败选 第三台湾属于台独势力大幅的提升 包括行政院院长最近在行政院里头的谈话 这些所有的情况都使中国大陆现在认为 国台办的角色要更降低为 真的是执行单位 简单来说 如果习近平成为邓小平之后 最重要的国家强权的强员代表的话 那么将来对台工作小组相当多的重大决策 都将由他直接的派办 而对台工作小组也强化了他内部的成员 一个传言是王毅可能离开外交部长的职位 变成接杨洁篪的国务委员 而接下这个国务委员 这位曾经在国台办主任里头 交出漂亮成绩单 他在作为最驻日代表的时候 相当的软 作为国台办主任的时候 可强硬可软 甚至让谢长廷成功的访问北京 而宣布他支持一中宪法 最后他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 对于处理日本的教育台问题的时候 态度又非常的强硬 那么他可以软 可以硬这种态度 使他重回到了对台工作小组里头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扮演起来的角色 很可能过去我们所熟悉的 张志军时代所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的态度 会相当不一样 也就是他可能有好几套不同的策略 那么整个对台工作小组里头 未来国台办主任 因为张志军也到了退休年龄 很自然的 有这个理由请他离开 那么新的国台办主任 现在中共派出了在外交界里头 可以说是在中共外交界非常高层的外交官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洁一 过去把国台办主任的位置提升到这么高 之前只有王毅 王毅当时是中共的驻日本代表 虽然大家都是可能驻日本代表 贸易谈判代表 这些代表可能都是副部长的层级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们在外交界里头所拥有的地位 是不一样的 因为当王毅担任国台办主任的时候 北京的圈子里头相当多的人就知道 他下一个位置一定是外交部长 他事实上可以从朱日代表 直接的变成外交部长 而那个时候 他被移来处理担任国台办主任 很大的目的就是在陈水扁宣布 一边一国之后 重新处理两个关系 相当从北京的角度来说 王毅是成功的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高升为外交部长 而现在派出的是 在中共的外交圈子里头 地位非常重要的 驻联合国的代表刘洁一 他和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过去 其实很多人常常看到他 叫张启月 他就是很著名的发言人 也就是他们某个程度是比较开放派 但是某个程度来说 这个开放派的人 来做国台派的主任 也代表他手腕的灵活 未来对台小组 恐怕会成为 在中共对外事物 跟对内事物角度里头 他变成重要性远高过于过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处理台湾问题 成为不是最优先 但是相较于过去 大幅提高优先的程序 请看我们的记者沈正燕 来自于北京以下的分析报道 大陆十一国庆 十万多人涌进天安门广场 等待五星红旗飘扬 不只在天安门 包括香港 澳门 以及大陆各个城市 都同时举行十一升旗典礼 进入十月 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 也为即将在十八号举行的 中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暖身 而对于十九大的宣传力度 歌颂习近平过去五年的施政成就 更是中共见证以来罕见 公元2012年11月至今的五年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 只是短暂的一瞬 却为中国的发展标注了崭新的方位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这是自七月以来 中共中宣部推出的第六部大型正论片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五号开始在大陆央视播出 七集的内容整合了前面五部 关于五年来西思想的理念与实践 除了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五位一体 更强调对中国梦愿景的阐述 2012年11月29日上午 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 迎来了不寻常的参观者 以往我们迎接重要的客人 都会铺上红地毯 但是那天没有铺红地毯 本以为来的是普通的客人 上午九点 人们发现 这批参观者 是前来参观一个名叫 复兴之路的大型展览 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 我的感觉就是 他对中国古代史 我们的党史 革命史 有深入的研究 他不光是询问 更多的是提问我 而且反过来还讲了很多故事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寄书 妈妈在外面喊着说 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 吃了吗 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 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 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 嘴上全是黑墨水 结果吃错了 他旁边一碗红糖水 他把那个墨水给喝了 但是他浑然不觉 人家说还说可甜了 最后这人是谁呢 就是陈王道 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 这个就是陈王道 就是写这本书 于是由此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家的陈王道 复兴之路的展览能在 现已成为游客最多的展厅 而五年前习近平就是在这里 发表他的中国梦 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 何谓中国梦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因为这个梦想 他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他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他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习近平当年刚当上总书记 参观复兴之路是有备而来 以中国梦的未来感为施政目标 并以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的两个一百年 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时间轴 而这部争论片将过去五年 视为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五年 是以西核心为党中央的伟大事件 当然也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铺垫中国梦的未完待续 强化习近平在十九大后未来五年的执政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梦强调国家利益 在主权不可分割与国家统一问题上 更充满民主主义 美国智库学者伊斯安本周就发表新书 指解放军在2020年以前 将以武力统一台湾 这样的观点虽然有所争议 但一些分析认为 在所谓的台湾问题上 习近平在未来五年 势必有所作为 总的说就是在党国中心 红色地龟崛起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习近平的确有可能 或者我们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在台湾问题上 他是有雄心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圣平讲的这一套 说他要把这样一个千古伟业要拿下来 最好能在未来的八年把它拿下来 如果未来八年拿不下来 我再干一切我也把它拿下来 这都有可能 大陆称的台湾问题 始于1953年寒战之后 美军进驻 让台湾成为冷战的前线 毛泽东无奈放弃武力解放同时 指示周恩来在1954年7月成立中央对台小组 加强对台工作完成祖国统一 之后这成为大陆对台最高决策机构 虽然文革期间一度停滞 直到1979年邓小平又亲自主持 并成立常设办公室 列为中共中央直属单位 当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呼吁结束两岸军事对治开放三通 随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 及配合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 都是由邓小平透过对台小组拍板 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 江泽民局面接班 随着两岸关系的风云变换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 透露出大陆对台政策的风向 当时为因应台湾推动务实外交 大陆副总理兼外长钱齐琛 担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以元龙的外交手腕监管对台工作 1993年的孤王会谈实现两岸破冰 在1995年李登辉访美发表政治性演说 可说是前期称外交生涯的最大挫败 他在2003年发表外交实际一书 就披露当时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过程 暗指自己被美国和台湾所骗 同同好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 江泽民不满对台系统下令改组 新增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加入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并由少将军衔的王再熙出任国台办副主任 面对陈水扁一边一国的主张 大陆强化了军方在对台工作上的角色 2008年台湾再次政党委批 国民党重新执政 当年6月 持任大陆副外长的王毅意外空降国台办 两岸关系瞬间回温 事实上在大陆的对外关系上 王毅可说是战功标柄 2004年出任驻日大使 修复小泉纯一郎上任日向后 一直低迷了总日关系 最终促成温家宝访问日本 及安倍晋三访问北京 带着立场坚定但身段柔软的手腕 王毅转换到对台系统五年间 让两岸关系达到史无前例的缓和 2013年王毅回到外交系统 但也从外交部调来张志军 担任国台办主任 上了轨道的两岸关系 让国台办不再只是办事机构 而是拥有弹性的决策与政策建议权 张志军任内 虽然促成两岸领导人历史性的会晤 然而过于单线联系的对台工作 误判了台湾内部情势 2014年底 九合一选举后 就传出对台系统人士可能大地震 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 更传出习近平直接表达 对对台工作的不满 贯彻中央对台工作大正方针 坚持九二共识 共同政治基础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 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 身兼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的大陆全国政协主席于正胜 在今年两会的政协工作报告中 传达了新的对台政策 除了坚守九二共识与反台独 也不再只与台湾部分人士交流 统战工作深入到青年一代与基层一线 这落实在今年以来 大陆在各地成立超过50个 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辅导台湾各阶层人士 尤其是青年到大陆经商就业 而习近平在十九大后 软得更软 硬得更硬的对台政策 也将体现在人事安排上 外长王毅渴望晋升政治局 明年两会后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并进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担任秘书长 回国监管对台工作 习近平似乎也期待 身段灵活但坚守立场的王毅 能为两岸带来农兵 此外国台办主任将由大陆常驻 联合国代表刘洁一担任 消息人士指出 习近平在2015年参与第七十届 联合国大会时 就对刘洁一的工作留下深刻印象 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 历练完整 竟然因朝核问题与各国斡旋交锋 也总能捍卫大陆的半岛政策底线 刘洁一虽然与台湾似乎没有源源 但分析认为 习近平未来将重整对台工作队伍 强化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能力 策略性的将外交人才引进 对台工作中 以外交官的大战略思维 把台湾问题置于国际框架下 用大国外交压缩台湾空间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大陆官方从未在台湾问题上 提出时间表 但充满民族主义诉求的中国梦 有两个一百年的奔斗目标 而2021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年 在民进党政府持续释放台独信号 推动修宪走向法理台独之际 大陆在对台问题上已有紧破感 作为大陆近20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习近平在下一个五年的任期里 势必展现解决台湾问题的企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之父 也是毛泽东之后 现在中共民间 整个中国大陆民间里头 其实是声望最高的领导者 一般老百姓不说出来 事实上在他们内心里头 邓小平同志的地位比毛主席高 而邓小平在他生前立下了 两个很重要的规矩 一个叫隔代接班 这个在前一阵子 中央纪委 就是中纪委 反弹 处理了重庆书记 孙政才之后 这种隔代接班被打破了 因为它是过去由温家宝所指定的 所谓隔代接班就是 下一任的领导者 不是由这一任的人所指定的 这样避免群带关系 可以帮国家寻找最好的人才 所以这是邓小平立下的一个 用跳棋的方法来指定领导人 那你也不要在乎 因为再下一届就轮到了你 这叫隔代接班 而目前看起来这个规矩 因为孙政才个人的贪污事件被打破了 第二个叫七上八下 你到退休年龄一定要退 而现在整个中南海盛传的 外界北京盛传的是 王岐山不会退 按照退休年龄来讲 他依照过去邓小平的说法 就算朱镕基 他对中共的经济贡献在打 他必须到了退休年龄 就是要下来 这等于是一个不成文的重要的宪法一样 变成一个不成文的中共内部的一个规定 而现在很可能随着王岐山 这个规定也破掉了 刚我们看到一位非常重要的智囊 中共的智囊 他说了一段话 如果邓小平想破第三个规矩 这第三个规矩是 国家领导者总书记只可以做两届 他如果想做第三届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处理好中国梦 处理好民族主义 而这里头谁会在这个窗口里头 让他认为完成民族主义的大梦 使他可以必要的时候 做到第三届 那我们不知道现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 有要做第三届的可能性 可是在北京相当多的人讨论 民族主义仍然是导致 他可以打破这个规矩 最好的方法 而目前如果以台独跟港独来说 台独排在港独的前面 因为从中共的眼中 港独是一小错人 台独是台湾一大错人 这大概是目前的整体的一个趋势 而某程度 香港和中共的经济是息息相关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济是台湾依赖中国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反而是比较淡的 那么处理向台湾问题 它当然可能不是武力攻打 是用别的方式 但是必要的时候给你一定的警告 也等于是处理了港独问题 让香港的独立人士得到一定的教训 看到了台湾的例子 这个是我们在北京为您所带回来的 其实相当重要内部的一个独家新闻 那么台湾很多人可能并不喜欢听到这种讯息 因为认为这种讯息对台湾的民众是一种恐吓 可是我的看法是台湾的老百姓 有权利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 你想要挑战 那可能就要付出代价 你愿意挑战 你愿意付出代价 那是老百姓的选择 可是事实的真相有必要告诉老百姓 如果你想挑战 这是一定很可能在未来 刚好卷入中共内部的权力的更迭 在2020之后 现在是2017嘛 再做5年就是2022 所以在2020之后 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危险 一个时间的巧合是2020 台湾刚好要竞选下一任的总统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一个非常微妙 牵涉到中共内部的权利 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台湾的总统大选 然后牵涉到中国的中国梦 民族主义 这些全部都连接在一起 是所有的老百姓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个人的理想 你个人的立场 你看大局的时候 通通要列入考量的项目 我们的节目不做任何的建议 只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最近我们所得到了从北京带回来 相当独家也相当内部的一个观察 而中共现在很大的一个改变 是邓小平时代时刻 他强调改革开放 经济优先 军事摆在第二 甚至当时的退休制度七上八下 很大的目的 就是要让军风掌控了太多政府 跟党的人士的这群人 一定要退休 其实回头看邓小平 当时为了要改革开放 为了取得正当性 他也打了中越战争 也拉起了那个时候的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这种必要的时刻的民族主义 有一定程度的不是真正的战争 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回顾整个邓小平他统治的过程 他整个政治思维非常清楚的 就是中国的经济要先发展起来 然后把解放军的力量 慢慢在中共内部压低下去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 在对台工作小组里头 由于随着两岸的情势升高 整个解放军的力量 变成在对台工作小组里头 发言权也越来越强 除了对台工作小组之外 但整个中共的内部 很可能过去这几任总书记里头 最重视军事权力 而且重新让解放军 跟着中国梦一起变成重新掌权的 不是习近平国家主席 那么特别最代表性的 就是朱日和基地那一次的阅兵 大陆今年庆祝建军90周年的大阅兵 首次搬离北京 已是到内蒙古席林郭勒蒙 从苏宁特又齐的朱日和基地举行 受业部队 写对满冰 朱日和的蒙古语异为心脏 它是亚洲最大解放军最先进的 陆空军军事训练基地 从1957年第一个加强坦克师 战型演习场在此组建以来 朱日和基地已经有60年的历史 走进朱日和训练基地 首先让人感叹的是它的规模 基地面积1066平方公里 厂区正面宽20多公里 纵深50多公里 是亚洲最大 这里地形复杂 由沙漠 草原 山地 篝货等组成 独特的排兵布阵优势 让这里成为了绝佳战场 这里可容纳数个联合战术兵团 同时展开多兵种多课题的对抗演练 这个赛北大漠戈壁中的演兵场 成为了检验和魔力解放军的准战场 解放军时常在这里举办红蓝军对抗演练 强化军队的真实作战能力 C场和D场的演戏对手 都是我们北京军区的兄弟部队 相互之间都比较熟悉 但我们对他们依然是下了狠手 有时还有点狠手 让他们在演戏场上出出汗 出冷汗 这里同时配备先进的机密仪器 时刻为参演部队提供演习所需要的技术保障 1990年代美军在波斯湾战争中 以全新装备和全新战术战法 请取了有上千辆战车 上百架战机的军事强国伊拉克 在信息化面前机械化已经落伍 这一仗给中国敲响警钟 军事装备发展固然重要 但军事理念的转变 战术战法的更新更为紧迫 1994年中央军委将诸日和列为军队 95建设规划重点项目 这里因此成为了科技含量最高的 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今天从这里学会打仗 明天从这里走向战场 近年来 诸日和训练基地还先后倒条保障了 上百场陆空联合战术兵团 使兵和网上对抗演习 上千名军师旅指挥员 率进百个师旅 数十万名官兵在这里轮番熬战 创新了上千个训法战法 神秘的诸日和基地 因为习近平清零阅兵 也让外界得以一亏解放军 最先进的准战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兵 在讨论到底如果一个国际 其他你的敌对国家 想要干预你这个国家的大选 或者是不是用武力的方法 来进行攻打 有哪些方法 如果是你的敌对地区 他想要成立一个骇客 或是脸书是可以用钱买的 在当时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这件事情 是任何外国势力 可以完全介入的 像俄罗斯的钱 他可以付给脸书 他是假的消息 脸书根本不care 你只要有假的消息 你愿意给钱 你真的假的 我完全不在乎 他取代了传统媒体 可是毫无传统媒体的 任何道德观念 一切都看钱 所以脸书的创办人 扎克伯格 他特别在他的脸书的网页里头 发文道歉 他说过去他努力 希望能够让这个社会 变成更加的公平 可是他发现脸书的创办 散播了整个社会 分裂的思想 也散播了假的新闻 他寻求宽恕 他的说法是 对于我的努力成果 未被用在促进我们的团结 而是被用来分化 我寻求宽恕原谅 我将努力做得更好 这个是扎克伯格 在这一次犹太人的赎罪日里头 他所特别贴的贴文 因为现在反犹太人的运动 在欧洲 在美国都慢慢的出现 另外一个原因是 美国的总统大选 已经相当程度的证明 在2016里头 有外国势力不明的资金 直接进了脸书 而脸书的拿了钱就办事 把这些假的新闻 都放在置顶的位置 那么目前为止 美国参议院调查 很可能在这个情况里头 是否川普和俄罗斯之间有勾串 目前还没有做出结论 那么特任检察官穆勒 也在进行调查 目前为止包括脸书 推特 还有Google的高层 都被要求到美国的参议院 众议院针对俄罗斯 跟美国的总统大选作证 我们特别为大家 做出这个报道 某程度也是提醒大家 很多你利用脸书 散播假消息 你利用网军 这一刻你很高兴 你不是用很道德的方法 打败你的对手 可是将来可能有一个 更庞大的国家机构 更庞大的资金 它可以一举的 在台湾完全制造假的消息 然后让你完全无法分辨 全球最大社群网站 Facebook 收售俄罗斯秘密基金 散播争议政治广告 左右2016年总统大选 结果的行为 随着更多资料曝光 顿时成为美国社会的 重视之地 对此犹太义创办人查克伯格 选在9月30日 赎罪是当天公开道歉了 他上星期日 Yom Kippur The Jewish Day of Atonement 他说 我这年纪念我 身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执行长之一 在犹太人一年当中最神圣的日子 青上火线平息众怒 查克伯格的举动在全球引发热议 It's kind of extraordinary I think in the notes I sent you earlier I was saying He actually is capable of admitting when he's wrong And that's the cool thing about it He's not the kind of guy who can never admit error But you know what's interesting When I see it now Is the idea that he's more or less Equating himself with Facebook And that's sort of strange Isn't it for a company that has 2 billion customers And you know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companies It's a weird weird moment we're in Certainly no company really would want to have been pulled As far into this election controversy As Facebook now has been 查克伯格勇气可嘉 但事实上有如此反应 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 2016年总统大选过后几天 前总统欧巴马在秘鲁 出席亚太金合会的时刻 曾经针对俄罗斯网军 在Facebook上 发动假新闻攻击战一事 当面警告查克伯格 当时查克伯格对此指控 此之以鼻 认为泰国疯狂 没想到今年9月间 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 真的将通俄门案 调查焦点转向社群媒体 迫使Facebook提交资讯 喊称该公司的确发现 一项可能和克里姆林工有关 来自于俄罗斯匿名组织的 广告操作 该组织斥资了10万美元 透过470个假账号和网页 3000则广告 释放针对移民 种族 同性恋权利等主题 虽然内容并未提及 两位候选人 但鼓吹分化社会和政治的讯息明确 而且持续整整两年 直到今年5月才收手 尽管以市场行情来看 买主下单金额并不算太高 但由于这很可能成为 侦办俄罗斯渗透 以及莫斯科当局与川普竞选阵营 来往的有利线索 甚至让案情出现重要转折 不起激起舆论哗然 也引起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关注 而就在这个星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独家披露了消息 几乎确定整个案情会持续向上发展 Facebook has reported 3,000 more than 3,000 ads that it found that were bought by Russians seeking to meddle in the election what we've learned tonight is that a portion of those ads were targeted toward the states of Michigan and Wisconsin those are two states that Donald Trump beat Hillary Clinton by by a margin of less than 1% earlier this week we learned that those 3,000 ads reached about 10 million people when you start doing the math and breaking it down the amount of people that could have been reached by these ads in Michigan and Wisconsin it's a small number but when you think about how crucial those states were to the election it begins to raise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efficacy of those ads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不少人質疑 Facebook 為何得以對任何 廣告買家來折不拒 但現實的情況是 美國現行傳播法規當中 規範外國人或組織 不得直接間接介入選舉的條文 只對傳統媒體施加約束 這就造就了社群網站 遊走在法律和道德灰色地帶的空間 大發選舉財 再加上Facebook上發文 從未出現過打倒特定候選人的字樣 也讓該公司廣告 難以被界定為非法 有鑑於此 紐約州政府事前率先提出法案 打算禁止匿名人士或團體 在社群網站上購買政治廣告 以收打擊假新聞之效 查克伯格本週也承諾 將檢視行之有年的策略 增聘1000人從事人工審閱 讓政治廣告銷售過程更加透明化 我們不會突然接觸到所有人 但我們可以做得更難 去嘗試釋放 過去十年間 社群網站崛起 徹底改寫了近代歷史 其中2011年中東地區爆發阿拉伯之春 就是靠著年輕族群一條接著一條 鋪天蓋地的發文 推翻了政權 成為網路革命的經典案例 在輿論受到前置 獨靠官媒傳播資訊的地區 社群網站確實扮演著關鍵角色 成了對外傳播和接收訊息的重要管道 但在言論自由的地區 社群網站除了是多元意見的平坦 更常見不當運用的案例 許多未經查證或人身攻擊的消息充斥 透過及時運算的特性 迅速散布蔓延 往往催生民粹 甚至釀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災難 如果它不曾經為社群網站的平坦 特別是在社群網站的平坦 it would have been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Brexit campaign and the Trump campaign to succeed. In conventional elections, they would have been outspent and defeated. But social networks are extraordinarily powerful in our time. People, I think, still underestimate this. Think of it, 45% of Americans now get their news from Facebook. And that makes Facebook, in effect, the most powerful content publisher in American history, perhaps in world history. And we're still grappling with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So yes, if you think of populism as a network phenomenon, and a revolt against established hierarchies, I think 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does explain it rather well. Facebook的出現,顛覆了人類对社群的定義. Facebook的行销模式,让公司获利丰厚,推升股价在过去几年内一路飙升. 但从单纯的社交媒体,演变成有心人的政治斗争工具, 甚至在许多争议案中成为帮凶. 这些种种恐怕是查克伯格在满怀热忱创立公司时所始料未及的. 来看朝鲜半岛的危机. 一段时间的平静之后,因为川普在星期五的时刻, 他宴请了一些美国军人的家属. 他用了一些蛮含混的话,他说, 很可能这正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而媒体听到问他说,总统您指的是什么? 他说,你们很快就会明白. 当然大家第一个想象说,难道他要攻打朝鲜吗? 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判断是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的. 但是俄罗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目前为止,俄罗斯跟朝鲜关系比中国跟朝鲜关系来得更加的密切. 刚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的俄罗斯的国会议员说, 朝鲜第一个准备事成,现在正准备再发射导弹. 而这次的导弹的事成可以达到美国西岸的远程飞弹. 这是最新的另外一个消息. 其次呢,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国务卿Tillerson, 他长期的主张在半岛议题里头要透过和平的解决方案. 但是他被爆料出来说, 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他说川普是个蠢货, 而且他准备辞职. 后来他出来开记者会, 他说他绝对没有要准备离开这个职务的打算, 但他没有澄清到底他有没有说川普是个蠢货这件事情。 华府相当多的消息指出, 他很可能Tillerson很可能会离开国务卿的职务, 但更重要的是川普在他的谈话之后没有多久, 有一个推文里头他就说, 和朝鲜做任何的和平谈判, 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 而朝鲜现在虽然受到了国际联合国史上最严厉的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制裁, 他的状况并没有崩溃。 目前为止他可以说突破了很多的封锁, 这里头给予他各种帮助的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 请看华尔街日报来自于朝鲜街头的报道。 2017年9月,华尔街日报前往北韩展开了一次被严密监控的报道行程。 清晨破晓的平壤笼罩在薄薄云雾中, 一如他给外界迷洋的印象。 落地后,面对车辆一面而来的北韩两位前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聚服肖像。 路旁广告看板当然也不是热门商品行销, 而是具有浓浓的社会主义形象。 采访行程全是被安排好的。 第一站,北韩人民最引以自豪的科技图书馆。 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一人一台电脑, 看的是最时尚的迪士尼卡通。 不过大厅里的每双眼睛, 却是聚焦国家最新军事导弹研发上的突破。 外界总说北韩封闭落后, 其实北韩地铁早在晕末半世纪前, 也就是1973年9月9号就落成启用。 且由于是寒战期间挖好的防空洞改装, 深度普遍在22到100公尺之间, 最深甚至达150米。 所以电梯是垂直入地。 而那庄大厅看似豪华, 却仅有极少数的站对外国人开放。 这一天, 体育馆举办空手道表演, 上千人挤爆。 表演者敏捷地伸手, 让全场感动到一桶起立鼓掌。 作为朝鲜半岛西北地势低洼处, 平壤因地势平坦得名。 像是主体思想塔, 锦绣山太阳宫等, 几乎都是观光客, 必放景点。 而这家位于平壤文书区, 刚完工亮相的柳金眼科总医院, 近期爆红。 原因在于2016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消失11天再露面, 就是在这里进行实地指导。 北韩幼儿园更被视为样板文章的典范。 每回有外宾造访, 代表演出的孩子总让人印象深刻。 而这家北韩孤儿园毫不避讳让外媒看到, 北韩教育从玩具就开始灌输孩子富国强兵。 用高挂金正恩照片强调效忠领袖。 夜晚的锦绣山太阳宫热闹非凡。 华尔街日报的镜头在匆忙中告别了屏障。 而关于到底朝鲜半岛会不会有战争, 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跟俄罗斯的外长 共同做出的判断是一致的。 CIA的判断是, 他们认为金正恩不是一个疯狂的领导者, 他是一个理性的行动派, 目标明确, 他就是要做政权的延续。 所以他们认为朝鲜半岛的战争 不会有北韩主动的挑衅。 而俄罗斯的外长的看法是, 这场战争如果一打下去, 不只是牵涉到北韩、南韩, 也会牵涉到日本, 牵涉到中国跟俄罗斯。 因为核子武器是非常强的。 朝鲜如果发动核子武器攻击, 只要是东京或是加上首尔的话, 至少会马上造成200多万人的死亡。 我们来看俄罗斯外长对这个事情的评估。 我们把美国打击了别的信息, 因为那广内有数评理, 不看到任何� hates оружей的� Inspira. 我也没有打击可以打击, 因为他们没有打击, 而知道, cad子有组有安全帮简。 我现在暴力不打击, 我说的是, 这么数据的查看项目, 如果这个研究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了美国的美国, 我们可能会变化在很显示范的派避 而会死亡,十几千,十几千,十几千, 十几千,十几千,十几千,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 граждан 在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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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谢谢收看今天文谦的世界周报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国际废除核武运动 事实上废除核武运动或是削减核武 在冷战期间的时候就是一项重大的议题 但实际是当时最相信和平主义的美国总统卡特 在他的任内因为发生了伊朗人质危机 最终都没有完成任何他想要削减核武的目标 现在拥有核子武器的已经不只是美苏这种大国家 包括了印度,包括了巴基斯坦 包括了朝鲜,未来很可能包括伊朗等 世界可能真的陷入21世纪最危险的核武竞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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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